据报道29号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称 目前未签署中导条约的国家仍在继续扩充军备 如果该条约失效 必须建立一个囊括美俄中英法五国的新框架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中方对美单方面退约导致该条约可能被废弃 表示关切和反对 绝不会同意中导条约多变化 如果日方真正关心地区安全问题 就应该劝说美国不要退出该条约 那么关于中导条约多变化的问题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个条约是美俄双方达成的双边性质的条约 这个条约的多变化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 军事和法律等复杂的问题 不少国家对此都是存有关切的 中方也不会同意 河野先生外相所谓的新框架 我们认为其实是没什么新意的 无助于挽救中导条约 反而是变相为美国的单方面退约寻找或者说提供了借口 29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 美俄进行了战略对话 希望中方也加入这些对话 相关协议需要包括中国 对此 华春莹表示 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发展中导等能力完全出于防御目的 无意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美方退约真实目的是给自己松绑 却拿中国说事毫无道理 中方不能接受 关于蓬佩奥先生说 让中国加入美俄对话和协议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甩锅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 在核财军方面负有特殊优先的责任 美国应该在切实履行现有条约的基础上 进一步大幅地削减核武器 为其他国家参加核财军谈判创造条件 而不是向别的国家退卸责任